巴黎奥运会正如火如土举行 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场比赛都在社交平台上掀起一波热潮 乒乓球为什么能成为新中国较早参与国际竞争的体育项目 作为一项在东西方都颇受欢迎的运动 乒乓球见证了哪些东西方交流的重要瞬间 中国为乒乓球这项百年运动注入了哪些新的火力 近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璐 就上述问题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我们讲到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史 肯定要跟世界的乒乓球运动史要挂起钩来 当时的国际乒联的主席蒙塔古英国人 他创造了这个乒乓球协会以后 他自己是英国共产党党员 所以1949年中国解放以后 他当时第一个就想到要把中国引进国际评联 我们下一届在罗马尼亚 我们希望你53年希望你们来参加 中国乒乓球队是中国体育界第一个进世界体坛的 我们到了59年的时候 荣国团在25届世界乒乓球赛 一起拿下了世界冠军 不仅是中国乒乓球界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体育界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所以59年拿了世界冠军 我们到了61年的时候就决定这个26届世界比赛在中国办 这个世界乒乓球是新中国举办的第一个世界比赛 那么这个故事就是什么呢 就证明了就是说 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为什么长期走到今天 是那么样的一个这个辉煌的一个状态 实际上跟这个机缘是有关系的 而这个机缘是实际上是其他体育运动项目都没有碰到过的 金大陆表示 乒乓球作为一项在东西方都颇受欢迎的运动 也见证了许多东西方交流的重要瞬间 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乒乓外交 美国《时代》周刊将乒乓球在中美关系融兵中所发挥的作用 称作是全世界都听到拼的声音 乒乓外交的佳话还一直延续至今 每逢该事件的重要时间点 中美双方都会进行相关纪念活动 中西方乒乓球交流的最大的一个源头 就是中美乒乓外交 71年的那个31届是在日本民国 他们对中国乒乓球运动的这个水平是很尊重嘛 所以他们一个理念就是 你们两届没有参加 这届在我们日本民国比赛 如果你们不来参加 我们这个比赛不是世界级比赛 所以他主动的到中国来 邀请中国参加这个民国的世界比赛 这时候呢就是中国也邀请了英国啊 邀请了哥伦比亚 邀请了这些运动员 在日本比赛回访中国 那偶然的事件就是美国的运动员 误上了中国的车子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对吧 美国乒乓球来了以后 然后就是美国马上邀请中国乒乓球 就回访美国 还不是政府代表团 第一个提表团访问美国 乒乓球起源于19世纪末的英国 早在20世纪初就传入中国 金大陆表示 百年历史间 中国力量也为这项运动的发展和改革 注入了诸多活力 中国乒乓球占据这么好的一个状态地位 所以我们中国当时 派了很多的教练员到全世界去 传播这个乒乓球 教乒乓球 帮助各地都提高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贡献 后来徐英生做拼联主席的时候 就决定了这个小球变大球 从38里提高40厘米 就是世界级比赛 38厘米的球 因为它旋转太强烈 速度太快 运动员的这个 这个来回的这个 这个可能性就少嘛 等越打下去 观众越少 不好看 打两个就没有了 今天我们看到 为什么乒乓球这么好看了 那么这个小球变成大球 某种程度是 最大的推进了 乒乓球的观赏性的生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